现在开始来关注高雄市长韩国瑜接受专访说 如果当选总统就要在高雄办公 对此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今天到花东视察前 举自己在世界各地恰功的例子 说心总是在台湾 所以心在哪里最重要 但都必须提高行政效率 郭董更表示 如果他当选总统 要在上任两年之内推动内阁制 让权责降服 我支持内阁制 就是让行政院长有更大的权力 可是每一位当选的时候就会 在选的时候就讲说 我要支持内阁制 选上又觉得权力的滋味 就不愿意去推动改革 我一定会在当选又前两年提出来 把内阁的权力 跟立法院配到的相关法令做个整理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15号展开三天的花东基层之旅前 提出对宪政改革的想法 不只希望提升行政效率 更强调心在哪里最重要 我过去几十年来都在全世界各地跑 但是我只有一本中华民国护照 我所有的总部都还在 不管我在全世界设计多少工厂 设计多少分公司 我的总部只有一个就在土城 我的心都在台湾 郭台铭对从商经验侃侃而谈 被问到鸿海最新财报三绿三将 郭台铭重申 这是全台湾产业的问题 他要站在台湾总统的格局来解决 还不忘在脸书向高雄市长韩国瑜喊话 说他当总统韩市长大可放心发展高雄 他绝对是高雄市长与市民最坚强的后盾 不过同一天国民党也正要开会讨论 总统初选提名特别办法 是否纳入手机民调 现在结果没有出来 我预测没有用 对 如果他们在开会 我去影响他们的开会的结果也不好 让国民党中常委让他们去开会 开完会 我相信国民党是一个 他们那些中常委是个有智慧的中常委 他们应该做出正确的决定 相信中常委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郭台铭也表示 这次定调式学习之旅 先起身拜访基层 就是要多听多看多学 之后也将把心得汇集为 竞选总统的国阵白皮书 记者郑竹云 柯斯安台北报导 教订阅